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台军雄三导弹误射击中渔船 导致渔民身亡事件 对于绿媒今天的这番鼓吹 有岛内网友讽刺道 有渔船沉默吗 对于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战争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今年1月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操弄乙武谋独巨统 配合外部势力把台湾青年推向战场当炮灰 只会加剧两岸局势紧张动荡 只会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 注定以失败收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也曾明确表示 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不自量力 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义武谋独 加剧台海紧张 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任何新闻小 BAR constant 舍尚传马卿